好,那么如果我们不想保存的时候呢 就要提供给用户其他的这个选项 那这个选项怎么提供呢 就在这个提示消息后面给用户提供一些自付串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 他默认是只有ok一个选项 我们这样加入一些自付串之后 会不会有其他的更多的选项提供给我们 看这个取消电话坑 那么提示是否保存可以ok 也可以是不保存 也可以是我也不知道 当然这第三种情况是属于这个扯淡了 一般情况就是是或者否 然后或者是取消 我就不关闭了也不保存了 那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来为用户提供选项 就是在这个提示框的名字 提示框的提示信息之后 再加入一些自付串 为用户提供一些额外的这个选项 好,我们来继续线下看 警告对话框 那么这个警告对话框呢 是程序运行时产生的这个异常 提示用户注意的 这个警告呢 它一般是非致命性的错误 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 但是呢 由于机器毕竟是不如人 所以最后还是要告诉人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什么问题 所以由人来决断这个 到底是不是要进行干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警告对话框 该怎么使用 我们还是打开一个 添加一个按钮 然后回到这边来 对它进行编译 添加动作 也就是说添加这个槽 好,加载这一段 复制过来 抛出异常这一段 抛出异常这一段 给它删掉 然后呢 我们还是同样的 把这一段复制过来 好 这就不能是question了 那么警告按钮呢 它是 使用这个warming 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warming这个窗口来 告诉用户一些信息 那么 同样的第一个参数 是这个 调用这个弹窗的这个主窗体 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实力化的这个类的这个对象 然后给这个窗体取一个名字 那么 后面呢 还是需要尽量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 公司编码方式不同 可能会乱码 这么一个信息 传递给用户 那么 那么 这种呢 它也可以像这个question 这个框一样 传递一些操作给用户 我们先看一下它裸奔使用的样子 OK 这个警告是一个小黄色的碳号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输入的信息 这些大家都很熟了 点击OK之后它会退出 然后 然后我们如果 加入其他的这个字符算 看看 加入一个OK 加入一个取消 然后我们再看一眼 好 这就跟我们上次那个 询问对话框一样 它提供了这个两个按钮 然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点击这个叉叉 是关不掉这个窗口的 只有通过下面这个按钮 才能关闭到这个窗口 那么 嗯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它这个 呃 我们掉到这个窗口之后 它反复的是什么 好 我们把这个 MyButton打印一下 看一下 好 警告对话框 然后OK 那么 刚我们点OK的时候 它想返回的是0 嗯 我们点这个cancel 就是取消的时候 它返回的是1 所以呢 我们这个程序 就可以在下面 啊 根据这个返回码的不同 进行一些相关的操作 比如说当它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 进行一些保存的操作 好 那么 当它不是1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保存了呗 是吧 所以在GUI程序的开发过程当中 后台的这个操作是非常多的 你看到的预言只是一小部分 那么我们看不到的才是关键的那一部分 好的 那么 这里我跟大家讲了 那么上面这个地方肯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自己回去可以试一下 根据这个返回值的不同进行一些操作 好 这个是这个警告框 它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些OK 或者是取消的操作 那么也可以是仅仅弹出一个窗口 告诉用户 这个程序的运行过程中 有一些地方是意外的 但是呢 又不是致命性的错误 那么 以这种通知框的形式提供给用户 这是警告对话框 那么 与之相对应的这个就有严重警告对话框 这个严重警告对话框呢 就是程序运行时产生的严重错误或者异常 这个时候就是不可忽略的了 那么容易产生意想不到的这个结果 直接影响这个程序运行的最终情况 所以必须通知用户这个手动去干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严重警告对话框 然后 同样的我们拖一个按钮出来 好 这个 老三样的操作我就不重复了 把这个槽信号放过来 把这个槽信号放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用的是哪一个方法呢 这个严重警告是 Critical这个方法 同样传递给他这个self 然后给这个窗口起个名字 好 然后给用户传递一些信息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提示窗口 我们也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严重警告呢 它是有一个红色的叉叉 这个图标呢 跟警告级别是相关联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黄色呢 是一般严重 就是普通的警告 红色带个叉叉 就是说已经很严重了 不管不行了 不管要出事了 我们在程序编译的时候 或者是在进行一些软件实用的时候 会遇到这个严重警告 那么这一下呢 就是严重警告 它只对用户做出这个提示 那么看到这个提示之后呢 大家肯定要去管的 严重警告不管是要出问题的 所以大家在设计程序的时候 要注意根据不同的情况 对这个对话框进行使用 那么一般通知的时候 就用一个信息框就可以了 那么有一些小小的意外的时候 用一些这个警告框 如果是特别麻烦的事情 比如说零当除数这种事情 必须要用严重警告对话框 好 那么介绍到前面这个四种对话框 我们看看后面的这种 关于对话框 关于对话框呢 这几乎是所有的这个软件都会有的 那你包括我们这个 PiQt它也有 HELP里面有这个 About Eric4 这就是一个关于对话框 还有这个经典的这个About Qt 关于对话框 关于对话框 一般都是软件或者产品的这个描述 介绍 一般情况下 作为文字形描述 界面也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关于对话框怎么使用 我们还是以按钮出发的形式 来进行介绍 回过来 这个过程大家一定要熟练 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这是每次生存之后 要调节一下这里 把这个异常抛出语句注释掉 或者删掉都可以 然后呢我们还是老样子 偷懒不敲 关于对话框 大家猜一猜是什么 肯定是About了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 给这个窗体取个名字 然后下面不拉不拉 说一堆废话 那么这里就是重点介绍这个软件了 好麦子许愿给敲成了妹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话框呢 相对之下呢还是比较简陋的 跟我们这个Eric Ford的这个是不能比了 它这个里面呢不光有文字 还有这个小图片 包括还有这些 标签栏可以相互切换 可以有table相互切换 那么我们这个呢相对粗糙一些 因为我们只给它传入了这个文字 没有给它传图片啊或者其他一些信息 我们下一个课呢就介绍 怎么样弹出弹出一个这个比较丰富的这个窗口 然后呢做出一个比这个漂亮的多的界面 这个消息框呢跟这个消息框跟这个谈出来的界面呢 好那么这个消息框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目前呢只能给它传递一些字符帅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介绍的 常用的比较 嗯长用的五种对话框 那么最后这一种呢就是 属于这个内置的这个Qt介绍对话框 叫BudQt对话框 它这个呢主要是介绍Qt的 而且我们也不能改 所以呢只能只能是使用的时候 呃在介绍我们软件的时候 加一句这个就顺便介绍一下Qt 我们也看看呃官方做的这个默认的介绍是一个什么样子 呃每次这个操作都比较吐血啊 自动生成的时候 总是不能追加啊 是要追加到最后文件的最后 好按照我们比较懒的作风一般是从这开始复制 然后到这啊 sorry到这之后呢 嗯 就不能about了 这是about的qt 好 传选一下这个self参数 然后给他一个这个名字 啊 到此结束 嗯 我们也来看一下 关于qt 好 我们发现啊 这个我们调用这个关于qt这个窗口的时候 只给他一个这个对话框的这个框体的名称传了一个参数 啊 内容并没有传任何东西 上一个about我们还给传了一个 不拉不拉给麦子星员做个小广告啊 那么这里嘛 我什么什么都没有传 他还是显示了说一个比较好看的界面 那么这个就是内置函数的这个作用 嗯 我们只需要调用这个about的qt这个函数 他就会自动把这个做好的界面显示给我们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bout的qt和 areq4里面这个 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这是因为 areq4用的这个 呃 框架 gY框架 就是这个pureqt 好 我们 把这个关掉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 之后到这里呢 就把这些 对话框啊 全部都介绍完了 那么大家再回顾一下 呃 六种对话框啊 通知 询问 警告 严重警告 还有关于对话框 就是介绍对话框 最后一个是about的qt 大家使用pureqt开发的时候 最好是把这两个都加上 啊 因为我们使用了这个qt的这个框架 所以最好也介绍一下这个qt 然后再对自己这个开发的软件 进行一些介绍 那么 嗯 学完之后呢 肯定是还有一些练习 这颗练习呢 是让大家把以前的空架都复习一遍 使用这个按钮 呃 label 和大行文框空间 计算一些表达式 啊 引发一个异常 通过这个严重警告框 通知用户 这个引发异常很容易啊 那么你用一个输入除以0 它直接会引发异常 那么引发异常的时候 要注意把这个异常的 会引发异常的这个语句 放到这个try cache这个语句里面 然后刷入之后 刷入这个异常之后呢 通过这个严重警告框 通知一下用户 那么这个实现起来也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 那么今天这个课呢 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